早晨,大家好,10月19日早上九點半,已經做完初選了 因為昨晚特別看多次的報名表,所以今天更加容易 見到有隻重心馬退出了,叫做美麗緣份 看來拿了保護權之後,莎莎賽日11月5日應該會出賽 所以第四場潘頓沒有馬騎 回頭再說,看看第一場五班千四米 頭場賽事五班千四米,首先說說天氣預測 今天當然正在下雨,但是看了天氣預測 未來兩天也有少許雨,今天下大一點,星期五、星期六正常雨量 星期日是好天,所以應該會好地的,B加爾蘭可能稍利前置 這場馬都有幾多前置馬,但是特別快 馬馬上旺先,上季贏馬也挺辛苦的 我記得那場馬有少許黏黏的,是晚時間的 他賺了內蘭而已,然後贏完馬之後 放頭跑也不行,今年試襲肯走 下午後明顯地進步了,但是我覺得今年的狀態 好像沒有上季那麼好,我就勉強放回第四選 原因是排內檔而已 二號馬,勝利之王,初落五班 初落五班,上季歸季的時候很健康 擺得轉回去蘇惠爾馬房,就說幫他交代 轉到馬房之後,都跑了六場,還未交代 季初兩場,我都說狀態不夠 我上場打算他會好些,結果還是不行 見到他就回貨了,都是正正常常 但落了五班,就很兇 一落五班就用潘頓,潘頓擺得交代 我覺得是馬膽來的 三號馬,這隻領航傳奇,審習成馬房 又有報紋 這隻馬上年經常都是後追不及 很像這隻益善 很健康的時候,見到他肯追一段 但硬是追不及,千四是嚴短,千六是嚴長 試襲,神科很肯走,一鬆下去又是很有加速力 這次是正常捕捉,排手一檔 我想他會拼出外面追 只要不是太不利追,他應該追到位置吧 四號馬進鋒,這隻是Donald Allerton的兒子 這隻是神燈光照 跑了五次,還未得過,減兩分 暫時看不到有氣息,還未適應 五號馬,飛騰追,十當 第一樣東西,第二樣東西是田草 第三樣東西是千四,很難 現在他的狀態,輸了兩場都好像還未起 可能還要減少少分才行 跑了谷草,一千千二米,我等 我想輸了這一場,下場應該還可以 六號馬,這隻是幸運天賦 見到他,跑了八場都還未得過 你可以這樣說,見到他 神科,稍好,試襲,稍好 但我都說不夠好 所以,幾多倍都好,我都說還未得過 這場,跑了對路程,但狀態還未夠 七號馬,萬事證 Mahatton Ring,跑了千四,跑了千四 應該是對的,但跑五場都輸得很遠 減三分的馬,初落五班也好 神操方面正正常常,但我覺得他還未適應 八號馬,好問保馬 夾板放回第五選,原因是 大家都知道他有分有班 轉到無謂傑,重新再做過 看見他稍追,但這場馬 對手太差勁了 所以如果排九檔,守住七八位 一騎下去,隨時會有四重彩腳 因為對手弱的問題,這只是原因 九號馬,優柔俠 這隻Diffel,跑了七場 還未近過,季尾那場近一點 現在由三十七分起步 近期試襲也不算很好 初起階段的,還未必是很厲害 初出跑千四位,我有點擔心 十號馬,紅中年馬,十二檔又難跑了 第二,上場真的解釋不到 為何前置馬都回來了 他步速不慢,但捱到回來 但沒有一隻馬追到他 和那隻潮州大興 但他跑贏那隻,叫做宜昌勇士 昨晚贏了馬交代 無敵勇士也贏了 他也贏了無敵勇士 下一場就已經補中了 所以這個方法其實是強的 唯一擔心的是十二檔 怕他搞不定,怕他捱不到尾 十一號馬,創高峰 我亦說過很多次 他12米比14米好 14米要捱的,慢步速才行 這次要靠慢步速 但偏偏被他排了十三檔 會不會被他剪掉呢 不排除,但我估計他是二疊的 第二、三位 看他捱到多少 狀態沒有問題 他一直都能保持健康 但最多是一隻位置馬 最多放到第三選 十二個馬虎全帶 其實我是想選擇的 但我想想想想 他上個在25分贏馬 然後贏了馬之後很健康 就繼續近 今年狀態明顯沒有去年那麼好 看到他剛剛輸了一場之後 就試了課閘 回到來只能說OK 騎下去肯追馬 我沒有放到貼士裡 那隻好運沒有馬 沒有要他 純粹因為那班數問題 但這隻馬 三四重賽一定要拖 因為他29分 雖然沒什麼好處 但狀態是OK的 十三個馬 魅力仔14檔 梁家俊 如果可以的話沒辦法 因為看他前兩季的表現 在四班都能夠上名 在五班當然是惡 但健康有問題 上天跑了四場 今年跑了一場之後 好像黏地回來也是 乏線捉塵 所以我想應該難一點吧 十四號馬 金牌實力 鄭俊偉馬房 董明朗 跑了十二場都沒得過 苗禮得馬房 馬轉出來 試了三課閘 騎下去肯走 但慢時間 再之前輸給神魔金剛那個 算是肯走 比起以前是進步了 但我在想 這隻馬會不會是泥地馬呢 會不會泥地好過草地呢 我看到他試閘是泥地好過草地 這次轉了一個配備 轉了一個CP1 看看會不會幫到手 邊線冷卻 跟副全大師一樣 如果投注四龍彩的朋友 好運寶馬 副全大師和金牌實力 要考慮 後備馬 天進寶還沒得過 然後鑽式永恆也沒得過 看完馬 兩隻馬很合適的 聖尼之王和領航傳奇 兩隻馬都要追 但兩隻馬明顯有少少班 四班尾馬 在這組裡夠用 因為很多馬都不懂得跑 馬上旺 沒得不拖 創高峰 前置 慳 再邊線點 好運寶馬 庫全大師 魅力仔 不是 金牌實力 第二組 四班千二米 這組馬應該有個正常之編快補足 一號這隻家應喝彩 上場賽前都說他的試閘很厲害 其實 贏的馬都是厲害的 而他回來跟外馬線鬥到一兵一卒 然後彈了後面偏偏君子 偏偏君子 再出跑千四米 是差點上名的 就是這樣說 是追得很好的 上場初出 放得都算急 但最重要是他有fightback 這隻馬應該有些用 十一檔 看看會不會被人頂到外碟 如果他能夠跟著這隻古浪飛凡 我想他應該可以怎樣都爭 膽就應該是他 贏不贏得到 看臨場發揮 因為始終感覺上超班 但頂磅看他跑得如何 實在一檔 古浪飛凡剛剛放了回來 輸給威力飛彈和果然僑衡 果然僑衡再出就能夠跑第二名 他後面的馬當然不厲害 但他看到這件事就是 上季也是贏 初出那場跑得好 之後就走光 不知道他這次又會不會跑得好 坦白說 但我在很早的時候都說過 我當時很便宜的時候叫朋友買 這隻馬 我說四班肯定有賣贏 結果當時有賣贏 已經回了本 其實這個價 不說實價出來 但計算馬 他在這組裡 前置排六檔可以欠位置 三號馬 寬笑福 升排十三檔可一害他 這件事叫嘉莉 我想嘉莉真的很無人 沒有馬騎 但試襲他很肯走 跟前回來又可以 再之前輸給美麗 第一個貨集 一千米集 他那組又留後一點來跑 沒有什麼認真試 9月7日也試了貨集 很輕鬆地跟回來跑第四名 這隻馬可能有些能力 我看到他的走勢 但排十三檔 沒有馬好選擇 只要強行選擇他 四號馬 威武良 他是Diffel 用艾兆禮 但是 下層是Bernardini 我想他來地會特別厲害 濕地特別厲害 最近他試襲 騎了他都不肯走 看到嗎? 已經寫得明白了 再之前 回到來騎得很厲害 也是不肯走 我想他需要些時間去適應 五號馬 大千揚命 這隻馬 就是Charm Spirit的兒子 跑兩次 上年初出那場 其實跑得不差 今年試了一貨集 贏了這貨集 贏了泥地集 移出大力 大步趕過了 我覺得這隻馬是進度不錯 但我有一個懷疑 會不會是泥地特別厲害 我是這樣想的 草地試集都不是一般 我是懷疑這件事 既然懷疑得的話 我排過三檔 而且應該不會 怎樣都不會好分 我沒有選到貼士 但是四龍彩腳 六號馬 連連勝利用潘明輝 潘明輝上次跟他大勝 今年初出那場 說明狀態還未夠 熱身一場之後 會不會這麼快可以 試多貨加油集 感覺上輕鬆了 但時間慢 我想他可能還要輸多 一次兩場才可以 七龍馬電信龍區 上場已經走光了 83倍 是走光了 輸給非凡達 但他預勢厲害 很厲害 應該贏了 再之後 試一貨集 很輕鬆追上來 我覺得這隻馬 應該是有些用的 用到報紋 不會跟你說玩 看看他能否過得到 就加上學彩 但這隻馬 暫時來說 我覺得他千二千四 但四班的評分 他需要跑得適合 這場有隻老虎 在這組裡 看他能否爭 在這組裡 花好月型 長期試襲試得好 長期試得好 但真跑不行 所以我寧願拼他不行 他試襲 整天都跑得好 整天都後出一段 整天都強勁 但真跑真的完全沒有表現 這類型的馬 狀態是有 試襲試得好 便跟蔡翔扔票 但預了會熱 所以應該有點飛 所以我就不選他 九號馬 精英至尊 潘頓選擇這組 應該早就預訂了 上場初跑千四 就肯定延長 因為越了一場新潮 又縮回來 很有趣的安排 歸前試襲 就一般肯走 我覺得他還未夠 但不知道應該是潘頓其這組 十號馬 快馬加鞭 丁冠豪馬房 我都說這個馬房的PPG 成功率比較偏低 上季的新馬賽 賽職力也不厲害 剛剛初出兩場跑千二米 回到來都沒有東西看 我想他要陣上多一點 給我看 十一號馬 沿途友 你排了十四當 這隻馬 我都說過 初出之前 我在試骨草 試得很好 還聽到藍邊的人說 沒有賠率 結果跑了這麼多場 都還未成功 今年跟永遠美麗試 他又輕鬆 我覺得他好像進步了一點點 但我也有少想想 這隻不是有多厲害 有沒有行運預見 看上去又沒有 排十四當也難搞 但我覺得 起碼他能夠跟前一點點 而且曾經證明過 給我看他的陣上 能夠即上名 所以放在第三選 第四選 十二號馬 寶麗生輝 千二米炎速 跑千四好一點 千四的五班會好 上年贏的四班 四十分是賺了萬步速 這場馬應該不到他賺 排了九檔 給他賺到沒辦法 但千二米真是嚴速 我想難一點 十三號馬 龍的風彩 偉達馬房 減四分的馬 若桑的兒子 我等他跑泥地下 還要買Tail of the Cat 應該是中距離馬 剛剛試貨草地集 不是那麼好 走勢還是一般 連續兩貨集都輸給包裝 我想要再減一下分才行 十四號馬 超醒神 四十一分差一分 洛班會好些 第一是中距離馬 上季有健康問題 排得三場 希望今年會正正常上 洛班跑場千四千六 會好些 後備馬方面 十二神將 屍閘不差走勢 這是Headwater的兒子 又過少少走勢 但是年偏生 補出來都是邊線四重 十二號馬 後備馬 凝月 我覺得這隻馬 只是初出贏過一場 之後 都是偶爾近 很飄忽的馬 補出來才算 看完細馬 古狼非凡拖腳 因為飄忽 家營學彩應該有分在手 馬房鬥志好鮮明 一定要選 電信龍居好 看上去是單Q 再想一下腳 勘選寬少福星 沿途有你 精英至尊 花好月盈 但是我估計電信龍居 雖然他是 暴民騎 家營學彩 雖然剛剛贏 但是我估計這條Q 也有十倍 不如集中 倒這條Q算數吧 第三場 四班千二米 這場馬 沒有潘頓 是這組 不是剛才那組 不是第四場 是第三組才行 潘頓本身訂了一隻 美麗緣分 那隻很明顯做好東西 但是他推出了 那隻可能是真的等 沙沙杯才出 怕他贏得遠 就上三板 沒有得出 但是這組馬是有趣的 因為補速應該會很快 古狼晨天 所以有古狼晨天 我想想 不如要分野安泰 十三檔也好 他千二米是嚴短的 但上年跑千二米 又是這樣 可以跑到第二名 那時候剛剛初起 初起也能夠 這樣回來 當然輸給戰鬥英雄 但你看看他 最近的閘 我覺得他很肯走 騎下去肯走 贏得應該難一點 排了十三檔 但位置可以爭 二奧馬知道長勝 潘頓沒有選這隻 因為他本身訂了一隻 美麗緣分 當然了 成哥也要找人跑 上場純粹跑底質 跑底質和你贏 但有一件事我不喜歡 第二就是 他剛剛這貨集回來 是不好的 他不是直至按住 那麼簡單 回到來是沒有的 再之前一貨集輸給君達德 他那貨集也是一般的 我覺得 他要進步 但這隻馬肯定是厲害 肯定是有分 我暫時當他是一隻 75分樓上馬 超就超緊 但他剛剛那兩貨集 我很失望 所以我就放回第三個集 其實對手不算很多 三號馬 無敵勇士 這隻馬上季轉好一點 但始終跑得三場 健康 很有問題 一千千二馬 一千四都捱到 那場馬 激到咬血 如果沒記錯 是贏了可賢 那隻 不是那一場 不是那一場 無敵勇士 赤到後王 Anyway 我以為他贏了那隻 叫做 Roman 忘記了 總之他退役了 總之他贏了一場 很慢 很慢 所以賺回來 但是 看到今年的神科 很肯走 我覺得這隻馬 已經離開了 唯一擔心 一件事 千二米 初出 那九檔 用了報紋 看看他跑得如何 我沒有放到貼士上 我硬不放下去 因為我覺得這些邊線馬 有沒有賠率 我不如不放到頭五選 但是 四重彩可以爭 四重彩 四重彩 球星回到來 鬥輸了給菲凡達 和 泰宜 泰宜再出都可以 田信龍區 這次應該都會爬得好 而他回到來 他在內蘭都節省了 但是 慢步速 鬥爆了一段 他的爆發力不太強 但是 他在季前試襲 或者上季 好像 我也有說 這隻馬 感覺上挺有能力的 但他拜Rubick 下線拜Dubawi 可能要跑長一點才行 不過 這次用欺威心 我想他都不會跟他拿樓灘 這次有正常報速的預計 希望能夠跑得好 我覺得這隻馬 是前景不差的 五號馬 江南勝 Tapirion的兒子 下線拜Ishiguru 看見他最近試襲贏 但時間偏慢 至少肯追 我覺得這隻馬進步了很多 比起之前的表現 是明顯進步了 是不是一隻聰明馬 不敢說 測地可以 但這次會跑正常地 用巴特里十二檔 留著來追 看看追多少 我坦白說 除了知道長勝 我都可以選擇 但這隻馬 我沒有選擇下去 無敵勇士和這隻 我都沒有放在貼士上 好分一點點 但這隻馬 四龍彩和無敵勇士一樣 一定要拖 路歐馬 古浪晴天 之前有人在網上說 價錢很便宜 所以試襲贏 是不應該重視 有什麼有什麼 但這隻馬明顯有前衝 但貫注力未夠 上場初出 排外檔 起步之後沒有放出來 全程外蝶當然是輸 很後名次回來 回到去之後 試火閘很快地放出來 但拉斯無短無以為計 暫時好像一隻八百米九百米速度的馬 一千米都可能最適合他跑 但真的要貫注力好一點才行 拉斯那幾步 拉斯那一百五 應該會停的 在這裏 是難了這裏 狀態不錯 但成熟程度沒有很足夠 七龍馬 大英才排十四檔 用Swiss Ace的兒子來的 季前試襲輸給金運來 不多的 我想這隻馬還要一點時間才行 包紅馬 可愛新星 我上年說過 我挺喜歡時間測試的 但可能是一隻中距離馬 下線馬 Swiss Ace 我期待它跑1650米 這隻馬 我很期待 看見它 之前試襲 仍然很生歐歐 但我早前也說過 這隻馬是有一點走勢 應該不差 但在這裏排到二檔 超級冷門拖票 但如果五角五十倍就算了 這些只是大冷四中載腳 九號馬 很有喜 Dawn Approach 下線馬 Dane Hill 上季跑兩場都輸得很遠 年由49分起步 我覺得仍然未必有利 剛剛試了課600米閘 回來和忠誠寶寶寶 拍著 但它騎得很緊要 我想這隻馬還未成功 我想還要多點時間才行 龍之威 陳俊偉馬房的Fastnet Rock 這隻好像不是上季推出過 推出過兩次 擊死他 有沒有記錯 輸給時間寶 時間寶是好東西 去課閘 所以課閘就慢慢地 試了 我覺得它可以再好一點 剛剛輸給課閘很有喜 不是很多 我覺得它可能要多點時間 十一號馬 勝出風彩 這隻就是馬女 轉了馬房給黎超聲 但我看不到很大起色 我覺得這隻馬本身就不聰明 第一 第二就是狀態還未足夠 十二號馬快狠準 上季一出就跑第二名 我也說過那第二名不聰明 所以今年兩場都好 我都說最多都是拖四重彩腳 今次我選擇它 原因只有一個 內蘭 好當 然後前面走 不排除捱到位置 三四重彩腳 十三號馬精明勇俊 上場就贏馬 狀態不夠 都可以 照贏 贏創奇蹟特攻 不是很出色的 但以前都是四班馬 轉了馬房之後 可能會繼續 有進步 以前41分贏馬 現在43分 我覺得這隻馬還有水位 而且這隻馬 跑1200米 可能守著二三位 更加好跑 1400米要捱 現在不知為何 以為是中距離馬 但原來跑1200米最好 所以阿倫仔好像有很多馬 我認為這隻馬 可以偷到位置 14號馬 滿多幅 狀態不夠 不是短途馬 中距離馬 未適應 但轉了馬房之後 明顯地有些進展 但輸了今場 下班才贏上去 增程1400米會好些 但狀態真的要有待提升 後面馬方面 高明力量 一隻Smart Mr.O的兒子 下線不是Big Brown的 美國線 來的 所以泥地等他 試襲 肯走 騎下去 算是OK 初氣階段 草地 麻馬 暫時 所以我想 一隻幾有蠻勁 能夠騎下去 有反應的馬 但在這組裡 應該未得住 萬事靚 對手強 我想都是邊線馬 這場馬 狀態好的 安泰和有班 球星狀態好的 應該都是有些前景 知道長勝 肯定大超班 但狀態 我不喜歡去貨閘 不知道是否真的 試襲不好 但剛剛都是鑑生湯 這三隻馬一定要選 再想下去 江南勝 無敵勇士 快狠準 精明勇俊 這些邊線腳 邊線腳幾多 第四場 就是四班千六米 這場馬的步速方面 看不到很快的快馬在前面 不知道帳合有沒有賺錢呢 英雄馬 閃聖輝煌 我看見他神科好 但我打算 他跑千四米 也不行 千六米 也不行 結果他就跑回 本身的能力 賺光了 步速不快之下 被他在前面賺 這次也有權再賺 因為沒有步速 所以我覺得 他可以繼續爭 QT 但贏未必可以 因為他綁重了 三歲仔頂綁 讓人 我怕是難了 二右馬一絕 不用布民 不是潘頓 不是布民 用霍宏 馬防刺有馬配合而來 不排除 差下位置 但剛剛那場 看見他回來 追下去 不算很多 神科 看見他季初試襲 我也覺得是初起階段 熱了一場身後 會不會好些 不排除 上年贏馬也是贏千六 一 win 一 play 一 win 一 play 一個第五 評分上 應該在57分 仍然有少少優勢 但這次我都說沒有步速 大家鬥爆的時候 我怕他追不及 所以 頭五選沒有選到他 頭處四龍賽 我會建議拖回 三橫馬街複區 剛剛那場 被人彈掉而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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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初出 初出回來 這樣捱回來 只是 拍著大數據 很聰明 也是四班尾的菊草馬 所以在這組中 我覺得沒什麼優勢 四龍馬 排十四檔 這次用巴道 魅力一心 如果得下拍手掌 真情 第一 第二就是自扣馬 來到香港之後 有兩次 排得不差 1400米 會不會1600米 熱身後 不知道 因為他始終是自扣馬 但剛剛一堆馬近 他的勢力不是很強 如勢力勉強 頭柱上 可能以及剛才那些一絕 一樣 也是害怕追不及的 我會建議四龍彩 馬 T 取一票 Q T 拖不到 紅馬賞俠 上季都說 他真的不配 到了季尾的時候 評分欠了 他便近 前次 還可以 首次好位 他剛剛排得第三名 輸給圍美主義 和一隻蟬星輝煌 他要在前面賺 是這樣的類型的馬 中日禮減這七磅會幫到手 但是位置馬 羅馬英俊飛距是貼花池的仔 初出跑千六亞 怕斯米是虎山行的 中距離馬 剛剛試貨集 騎得很肯走 但是慢時間很緊要 是擔心這件事 他是騎得很緊要 但是很肯走 我覺得初起階段 這隻馬留意進度 不排除有些用 但是暫時來說 就好像在這組裡 除非他很超班 但是我看到他有走勢 但是騎得太緊要 初起階段 七磅 富喜來 排十二檔 和董明朗 大和主將的仔 跑中距離應該沒問題 但是再看上去年的新馬賽職 其實一點都不厲害 剛剛他跑成千二米的條件限制賽 三歲的那些 不算頑皮 肯追下 但那場條件限制賽 第一 第二 他千二上千六 這下我不想不明白 他血統上都是一隻千四千六馬 但是他跳過那場 千四米直接上來 行不行 我擔心 三歲仔 所以我就選不到他 八號馬 紅海勁 上年也幾次跑得近 但在田草跑過第四名 遠地 之前跑谷草 就近過一下 中距離馬 剛剛 慢時間 慢捕捉之下 賺了回來的 所以 剛剛上一場 跑過第三名 一點都不出色 很慢時間 他要再證明多一點給我看 但這場 沒有捕捉 不過我選了一個帳合 我選他 九個馬為美主義 前那場第五名 八十一倍 我都說 有東西看 所以上一場 多少倍都好 排了一個十四檔 我看過十四檔 怕了他 臨場 都追到下去 我都說 這隻馬其實是神科 我都看見他 有走勢 上年也看見他有少少走勢 所以我就說 咦 要拖 這次也是 沒有捕捉的場合 和你鬥爆一段 這隻馬 有權爭 但是 十號馬 保安威 我仍然是覺得 重點來的 我再說多次 上季他跟 上季他跑千四米 季尾那場 回來輸給拍馬 難追 那天很難追 他都追得很厲害 再之前那場 就跟 不是這場 跟一隻 果然僥幸一起拍回來 你看 他的走勢 其實跟果然僥幸差不多 增程會更加對 他跑千四米 剛剛那場 狀態不夠 大家看看 這段片 堅有威 那場馬是慢步足 所以很難追 他狀態不夠 但是看他回來 千四米 越打越有 狀態初起 但是 看到他肯追馬 第二 狀態不好都可以跑到這樣 我就想 如果狀態好少少 變了長身 冷門來的 還要轉配備 這些馬 十幾二十倍 所以 不如找他走頭 試一試 十一號馬 極速奇兵 我上場說 這隻馬 排了一個十檔也好 但是我覺得他可以跟前 所以我就說 咦? 如果他跟著那隻佳應鶴走 他可能會捱到一隻 結果回來不多 狀態真的不夠 十二號馬 符號減8分 我想應該難些吧 中距離馬 上季健康不好 排得兩場 今年試襲也不太好 我覺得這隻馬 壞了 十三號馬 暴風碎 Terminous的兒子 初出跑過第十一名書 五個馬 給我告訴你 一堆馬 沒有特別的 但是含速地跑 季前的試襲 開始有少少走勢 但是還未夠 我打算減下分 下班會好一點 十四號馬 武林至尊 初出那場還記得 揚明論 然後打算贏得 結果那時候狀態還未夠 到季尾的時候 已經跑起了狀態 咦? 四千六馬 四班 有料到 剛剛受制於一個慢捕捉 回來鬥霸一段 追不到那隻 劍有威 滿寬少達 他很虧 而他拍著一隻大千氣象 回來 為美主義 大千氣象贏馬 為美主義 跑第二 所以他這次再出 你怎樣都要選他 這次用潘頓 潘頓一一九磅 都肯和你做 我覺得 你怎樣都要拖腳 但不要做馬膽 十三檔留後追 沒有捕捉的情況之下 方分中又追不及 後面馬方面 兩隻 安重 跑四班 著數到暈 但很有趣 這隻馬真的不喜歡馬林之間跑 我覺得 保佬出來要拖 馬上發達還沒得住 潘頓輝王 我怕他 沒得再賺 一三五磅三碎仔 家福區變線 一絕 未力一身 兩隻馬都是猴追 看看追多少 張俠會賺的 但是位置馬 富起來也是 看看追多少 但是差一長千四米 為美主義 這次拍檔當好些 可以繼續爭 但我覺得保安威熱身後 這次真的會進步 而且應該有些賠儡的阿倫仔 一隻 只是上過一次名的馬 跑五次 有三個 有獎金名刺 這隻馬 不頑皮 而且 HELLBAND這個種 我看到威哥很 很喜歡這個種 我覺得這隻馬 這個種 是不頑皮的 但我暫時 還未去到 很喜歡HELLBAND這個種主 不過 今次沒有捕捉 鬥霸一段 最適合他 排六檔 不要留到這麼厚 守住五六位 甚至六七位 二疊位置 有遮擋 他有權贏 冷門來的 第五場 三班 一千位直路賽 這場馬 有很多馬 都還未成功 因為馬 疑心新鮮 排九檔 這場馬 上場初出 沒有東西看 就抹了他 當沒有跑過 這次用梁家俊 可能會有些少少進步 之前季前試襲 我覺得他也是 勉強 坦白說 但這組的對手 太差勁了 但用回贏馬 拍檔 似是會進步 但是位置馬 贏就應該不到他 二號馬 這隻鐵木兒 一千米死路程馬 剛剛跑場 田 不是田 菊草一千米 追下去 有勢 但是 完全迫不到前面的馬 看到這隻馬 做好了很久 這次有馬 看他追多少 沒得不拖 但和疑心星一樣 都是拖腳 三號馬 萬里非自排十二檔 但今年完全不同了 上季 贏得厲害 然後 不知為何 找到辦法贏 但去到最後一場 已經見底了 剛剛初出 也是一般 我覺得好像 跑不回 這隻馬 四號馬 賢者無敵 一早趕到跑這場 但是最慘是 被他排了一檔 12400 比跑一千 但是 上季跑三場 什麼地都好 都能夠跑得好 跑一千米直路 我記得他以前試襲 試得很好 最近試襲 輸給聖萬金 雖然慢時間 但是他全程按住 很輕鬆 再重發的襲擊 都試得很好 我覺得這樣 這隻馬 上季真的 還沒準備好 還沒很合適 試過直路閘 每次都試得很好 一當 害一害他 所以我就放在第二選擇 算馬 這組度足夠贏 對手不強 五號馬 家應精神 我有少少鹽的評分 鹽浪 上季67分 轉了馬房之後 都贏到馬 但是贏了三場之後 就浪的分 我有少少擔心 他好像消化不了 那個評分 不過他優侯特階 都不 應該這樣說 而且他優侯特階 但是他優侯特階 那一場都輸的 他7月1號之後沒有跑 然後拿上重發操 操練沒有斷過 但是狀態沒有問題 不過就是沒有評分 這樣而已 六號馬 家寶神区 是Head trick的兒子 三連冠 即是來過香港 贏了一隻 在外地贏了兩場一級賽 就是千六馬 那兩場一級賽 也有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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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他有多厲害呢 第一 第二 試襲 不是那麼肯走 一般 這隻馬 還沒適應 給他一點時間 七六馬 精彩用事 有少少退化 七歲 我們當他65分馬 現在69分 靠萬步速賺 總之他在1000位 能夠守住好位跑 他就可以賺到回來 跑個三四重賽腳 長期拖腳 只是限於拖腳的類型 十三檔 看看能不能守住 在放頭馬旁邊 然後他去賺 要靠賺 這隻馬 鮑馬 閃電列馬 不會有得吧 大佬 跨季贏兩場 這隻馬當然 人都知道 他是一隻三班馬 本身 四班是超級的 初出那場已經贏了 總之他初出是突出的 但永遠都沒有打答 所以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沒有打答 但隔了個暑假之後 算不算打答 不知道 但我首先不當打答 但他贏的對手 不厲害 他全都賺回來 今場太多快馬 他應該賺不到 九號馬 美麗第一 這隻馬叫Beauty Waves 在外地叫做 Star Spangled Waves 鄧多克這場1000位 比美麗奔馳 我當時也跟他說 這隻馬是偏貴的 這隻馬應該是一個美麗奔馳 試襲很好走勢 經常都很好走勢 剛剛輸給环宇風彩 但很輕鬆 潘頓跟他試完一集 輕鬆 時間 OK 今次是個 檔 五檔 但正常來說 因為他超班 所以他應該贏面挺高的 本身是配合美麗緣分而來的 十號馬 勇冠王子排六檔 這隻馬 暫時還沒得 這隻馬 看到他 剛剛試貨集 回來也是 挺厚的 表現一般的 應該還要減碼分 十一號馬 魏多福減分落死板 才算 神州號場也是還沒得 這隻馬 阿倫仔跑 但感覺上好像還沒準備好 令賽 三班不夠跑 直路賽 剛剛那第三名也不厲害 那場就用忠逸例 減榜 很慢時間 回來也是一般 我想應該要跑四班 菊草一千米才行 還要排好檔 看完馬 賢者無敵一定博 美麗第一肯定超班 其他真的差腳 第六場四班千四米 有點頭痛 減馬膽 好像沒有一隻很穩固的馬 前置馬方面 潮州大興 好像沒有其他快馬 又是體能場發揮 可能是按到萬一萬的場合 一號馬 馬主洪峰 我有一樣懷疑 上季贏完馬之後 我都說過 還沒有分 會不會真的 一隻四班馬 會不會五十五分再有馬 初出塞了 再出 一六零米稍微嚴長 而回來 爆下去 不夠大力後煌 和進行升 有點像見頂 大隻馬是銳 也算 所以四龍彩 拖回票 用潘頓麵飛 我有點擔心 二號馬 這隻是時時清心 用埃道拿 這些大騎師 沒問題 上次排十四檔 中逸禮 都能夠追得好 那場馬 回來 不頑皮 先拍著金鼓齊聲 輸給神修時代沒辦法 但是 我覺得這樣 這隻馬 首先 四班應該是有班 第二 這次是大騎師 不用留得那麼厚 雖然沒有什麼補足 但是這隻馬 我猜手好位跑都可以 所以找他走投 駁他進步 三號馬 滿歡笑 有點像馬主洪峰 我之前也說過 這隻馬有多少資料 未必是很厲害 上一場 跟堅有威拍著 堅有威當然是堅 但是他是賺了萬步速 賺了萬步速回來的第二名 這次可能都會賺到 但是 排十一檔可能有外諜 另外一件事就是 評分沒有優勢之下 我覺得他也是欠位置而已 放第二選 因為他近況不差 四號馬 掌聲 用中逸禮減榜會幫到少少手 但是一隻始終未適應的馬 我一直以為 這隻坎高翁 以為是谷草 1650千八馬 但是暫時來到香港還未適應 選不到他 五號馬 時尚歡欣 這隻馬很有趣 初出就不行 之後就過來填草 贏了馬 那場馬其實是萬步速 之後連續幾場都很近 而沒有威脅 剛剛的第五名也不厲害 輸給果然挑衡 他回來後 看看他在哪裏 全程在中置 中置沒有改變的名次 和他拍著一隻戰鬥英雄回來 如果這樣的形狀 應該比較難 要進步 中距離馬 但是 好像暫時來說 進度上不夠滿寬少 不夠時時清深 不夠馬主洪峰 六號馬陽光勇士 怎樣都要選他 這隻capitalist的兒子 下線敗 是Dubawi 初出跑第三 再出跑第四 第三個場很厲害 那場狀態是初起之下 輸給金槍武士 一堆馬近 跑好一點點 他已經贏了 初出跑第七名 剛剛試貨就輸給小霸王 其實我真的小霸王 我覺得不太好走勢 賓妙星馬房就算了 我昨天也打算他會跑得好 但太重身了 看到他跑的時候 我覺得這馬是進步 上年也看見他是厲害的 但排一檔 讓我想起那一隻 烈火盡馬 他會怎樣跑呢 要想 要猜 轉了配備 希望會進步 而這隻馬是有權贏你 因為上年他的陣常表現 告訴我 有評分優勢 七號馬 北海道排十三棟 用布紋留住包尾追 上季初出的時候 黏地 被他追上來 其實這隻馬 1400米很短 初出跑1400米OK 但今年的試集 我不覺得很特別厲害 我覺得他是OK 十三檔 難 所以我寧願選擇 買住鴻鋒 滿寬笑 這些 都沒有放進去 但這隻馬 投注三四重賽 一定要選擇 看看他追多多 鬥志鮮明 布紋 但是就是一隻馬 進度上 看看他 初出跑1400米追多多 我始終覺得他下一場會好一點 跑1600米 鮑馬 起步為家 跑了十一場 第三名 第三名也不厲害 很慢時間 復貨 也不見到很厲害 這隻馬 馬王說得很好 好啊 然後我下體的方法 真的看不出有多好 香港四班資料 結果我對 試集進度不差 但是 在香港 未證明任何事情的情況下 對手多強 我就選不到他 九號馬超勁日子 橄欖枝 給嘉莉琪 十四檔 第一 第二是神科 明顯不好 先減分 十號馬龍城強 將排十二檔 偉達馬房 初出那場 軍速回來 沒有增速 看見這隻馬 是退的 跟好位 打算賺到尾 回到尾 沒有 去年他曾經跑第二名 其實那兩場的第二名 是不頑皮的 但今年的進度上 有少少少少少 不太好 看見他之前的試集 回到來 騎下去也不太多 但上一場我記得 有拖回四龍彩腳 有少少少擔心 他可能 狀態未夠 簡單點 狀態未夠 算吧 十一號馬 大紅心 我經常說 很容易看的馬 神科見到他肯走 我就可以了 上一場初出跑1650 我也怕他會不會 突然爆胎 我也說四龍彩 等票 因為上季真的挺銳 但今年的神科 真的不銳 熱了身 要進步很多 但我又見不到 神科很有進步 他要證明多一點 球體才行 我始終覺得這群馬 四班隨時可以贏 但不是那麼長 我怕 十二號馬 潮州大興 配合潮州精神而來 上場133磅 在前面走回來 可以輕鬆贏 但只贏洛天派和紅中獵馬 我解釋不到那場馬 但前戰馬都回來了 紅中獵馬都捱到 所以那場馬有多厲害 我有少少懷疑 今次繼續在前面走 會怎樣 上次就是用報紋 今次用巴道 巴道前置 我有少少擔心 這件事 除非臨場見到一個好理前置的偏差 用B加爾蘭 如果不是我 我想我最多都是四龍彩 拖一票 十三龍馬 閃得快 一隻上名率很高的馬 現在三十七場 十五場上名 就是不懂得贏 但是千四就突出 在這裏 位置三龍彩 拖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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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場馬 興雅 無謂傑馬房 Ragis 減了六分 我想暫時還未得住 要給他一點時間 遲些 後面馬方面很勁力 插班跑千四 我想難一點吧 第一隻應該有能力的馬 艾利歐 表現都不太連貫 後備二 補到出來 因為這場馬未必有一個很快的補足 如果被他拖到一個好檔守住的三四位 他可以賺位置 看完細馬 馬主洪峰 時時清心 本歡笑 陽光勇士 這些很明顯 邊線馬 閃得快 北海道 再邊線一點 時尚歡欣 龍城強將 大洪心 潮州大興 所以這場馬 我看不到一個很明朗的形勢 第一 要你捕捉這個股 要贏了 有權是這隻 但看上去 有分有班 可能是這隻 時時清心 再算下去 有些狀態 隨時入位 馬主洪峰和滿歡笑 這場馬會是麻煩的 第七場 二級賽 千賢未精英碗 兩隻馬 很明顯 你一定要選的 金串桂仁和維港智能 好了 金串桂仁 上場 狀態明顯初起 香港跑十八場 十三場 四個 最差跑第六的 群組一 一隻全球很高分的短途馬 剛剛那場 超慢步速 都隨便和你跑 讓人家二十磅的情況下 他就 追不到 這次也有個類似情況 讓人家十七磅 又是讓人家在前面慢放的話 那就再見了 但沒辦法 他目標不是這場 他拿出來當試閘而已 試完這場 11月又跑多一場國際賽才來真了 所以 六環彩 一號三號 所以不多說廢話 但是 一號 我拼他輸多一次給維港智能 二號馬 好眼光 我把第五選 原因是 上季很適合 今年不適合 剛剛跑一場一千位直路 也跑過第五名回來 輸給聖不嬌 順勢而非 今場 我都覺得他應該會輸給順勢而非 聖不嬌又跑一千二米 就可能 混水一些 我覺得 這場馬不如這麼說 我照分析 但我不給投入策略 因為這場馬最好拿來吃飯 三號馬 維港智能 我在上季說過一次 這場馬 不可以勤併的 一定要休息 休息足夠就可以了 9月10日跑完 今次隔了六個星期 以及中間試了貨集 很輕鬆的 今次應該他放了 看看會不會被他按得慢 誰都好 鬥志浩鮮明 114分 9分跑國際賽 但級數上 和今次隔壁都是爭一截 看看會不會被他按慢 四個馬 韋小寶 跑國際賽 也好 讓榜賽也好 都是這個評分 105分 都是爭腳 去年 112分 被他撿了場一班賽 贏不足帝奇兵緊張大師 坦白說 對著這級賽 今次的榜沒什麼優勢 五毛馬 聖不嬌 用喜偉心 用誰都好 上場都贏得很辛苦 鬥回來 差點輸給一隻 順勢而非 第一樣不太出色 第二樣就是 他好像一千米特階一樣 總是好像一千米特階一樣 所以我有點擔心 他增程千二米會怎樣 以前在香港跑過千二米 就很一般 所以我不選擇他也很合理 六毛馬 順勢而非 這隻馬很健康 上場就緊緊輸 但是最主要就是 他千年米好像最適合他跑 草地來地也是 這次數的兒子 來香港已經贏了千一萬 不驚不覺 這隻馬很厲害 應該回本 都蠻準確的 而且這隻馬很健康 我覺得他在這組裡 未必夠金銃貴人和維港智能跑 但是可以差第三名 都是這樣排除的 一三一三 再拖板轉頭 而近方最好可能是順勢而非 第八場 三班千四米 七人籃球千四米 陽賽 即是亞運的代表 團會入場 很明顯 這隻馬兩隻馬明顯很健康 金槍沒事 位置勝 很明顯 步足方面 我想會正常的 有隻綠頂企和大紅袍 因為馬太陽之子 希斯馬房 這是Tolson Stardom 的兒子 Simon Wild 練的馬 他在聖丹堅尼 跑第四 我也說過 近年是不好的 他在遠地贏兩場 在Casterton和Batteret贏 四班鳥 你只是說這場是四 但對手很差 所以Fortune Teller 也是三班馬 73分 嚴朗 而且他試襲 很一般 我想 騎得很重要 給他一點時間 二日馬 潮州精神 上年有點見盡 跟潮州大慶一樣 是知道他有能力 但感覺上 差不多 貴奈初出 這次 試襲 肯走 這次對手不強 所以 我剛才有想過選不選他 但我想一想 他排五檔 73分 我寧願拚他不夠分 所以我沒有把我頭五選 反而要移春火力 沒有要他 但我的排序上 都是第六選 三號馬 超級龍珠 初出那場 緊敗 再出 留下太后 不行 這次換人 換了周俊樂 怎知道還要撿到內蕩 一蕩 上季贏馬 一蕩 所以現在71分 尷尬 位置馬 因為這場馬 未必有很快的步速 所以被他撿到內蕩 第二、三位 博士 他可以賺一賺 跑多個位置 四號馬 川河灌區 上季贏了兩場之後 已經超額完成了 轉了完彩衣 但好像暫時來說 贏完兩場馬之後 平分見浪 我想在這組排14檔 比較難發揮 五號馬 二春火力 我仍然很記得他上季贏了兩場 那些票很硬 特別是這場 93元 最後那些票很硬 我也說 為何這麼硬 但怎樣也好 現在的評分 71分 沒什麼好處 試襲 一般 但我始終還是記得他 第一件事 記得他為何可以夠膽 下這麼重票 第二件事 是報民騎 報民肯騎 這隻 所以我計算數 會不會比潮州精神好 但兩隻馬 機會差不多 都是很邊線的馬 六頂記 轉了馬房之後 有少少少走勢 剛剛那場 就均速回來了 最後是散 黃腳立彈掉了 不厲害的 跟展文圖一樣 其次鬥士 沒有大閘 還有用小孩搞不好 這個第五名 所以我選不到他 要進步一點才行 但好像Pierre轉出來的馬 如果要得到的話 也不容易 七六馬 亞洲藤王 我有想過這隻馬 因為上季很銳 跑三班 1650 都會贏 但贏完馬之後 就沉下去了 這個馬房 很多這些馬 例如淺草飛 一焗完之後就 拜拜 這隻馬這次會怎樣呢 最近的C集 只是一般 我覺得他 評分沒有特別的優勢下 我就沒有選到他 但這隻馬 隨時能夠剷 那次不再腳 因為對手真的不強 巴馬 走到再來 這隻馬是Franco的兒子 外地 在Goodwood和Windsor贏 都是1600 之後去到Walphampton 跑了1729 回來跑第二名 三班鳥 應該要進步 初出那場 不太好 我就覺得他可以再好些 還不可以的 我覺得這隻馬 還未適應 減馬分會好些 九個馬大紅袍 羅富全馬房 一隻比較飄忽一點的馬 以前 但剛剛那場 捱到回來用中逸禮 這次用誰 這次用阿希威森 不要中逸禮 中逸禮 中逸禮其實得勝多 回來又輸給包斃哥 快報速 虧了報速之下 但都是前置 前置虧回來 他都可以捱到尾 回貨 回貨 OK 試多貨集 不差 不差 他可以再賺一次 怕沒了幾磅 沒那麼好 放回第三選 10號馬 快老 不是小老 這是Garri Leo Gold的兒子 在外地 叫Rofco 初出是品卓市 也夠64分 看到他 初出就輸了 今年試集 不是那麼好 騎下去也不肯走 11號馬 金槍沒事 就不是何宅耀 潘頓 剛剛試貨集 用潘頓試更加 對 放不到的 一定是中距離馬 留著來跑 但見到余勢非常之好 贏得 這隻馬 是唯一贏十二檔 怕他追不及 而且他贏的就贏四班 贏兩場 要進步一點 估計他這次都可以爭 就好像威之星一樣 初出跑第七 我就說 這隻馬根本來了 12米也不短 上季12米 他最贏了 但對手不強 剛剛再出多一場 輸給馬琳和阿基拉 那場馬 我是很肯定選到這隻馬 我說這隻馬 適合的 其實如果他在內蘭 如果他的祭遇好一點 應該有Q 而阿基拉昨天也贏了馬 前置都贏了 我覺得這隻馬 跑個fit字 但是很難贏的馬 本來這隻馬已經難贏了 第二 第二 他的評分也很長 但是這隻馬很fit 全組最fit 跑了六檔 希望這次不要留那麼厚 有權贏的 我想應該有少許賠率 十三文化 新榮之星 之前休息了很久 曾經休息了 曾經休息了之後 跑不回 然後到今年 跑了兩場都是一般 好像部署減了一分下班才用 回谷槽1650 就比田草還好 14個馬得勝多 用中逆禮減7磅 他又跑這隻 沒有跑到大紅袍 上場初出跑1650 就算是嚴長的馬 上季也是52分贏馬 四班馬 三班不足夠跑 要進步才行 看不到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沒有什麼轉變之下 我覺得他下班會好一點 這次會在前面按著來賺 但是很難賺到尾 後備馬方面 一定美麗不知道想怎樣 狀態是操不起的 但經常都要防 隨時追一段的馬 沒有出來的話 要拖腳 連連歡呼 這隻馬 又是一隻 不知道搞什麼 之前的上一手 都是肯跑肯追肯成的 間中 就是那些間中 但是今年看到他神科 真的操不起 還未起 接近1300的馬 很大隻的 馬房看到他 我想還要減一下分 這個64分 尷尬一點 看完馬 潮州青城 只顧著不選 但是 宜春火力也是邊線 亞洲騰王六頂記 是邊線 大航袍一定要選 那隻馬 最便宜兩隻 金槍武士和威之色 而威之色應該比金槍武士 好分 所以找他走投 第九場 二班千八米 這場馬的步速 未必說很快 看龍船狀元會扯得快 因為馬 支足常落 雖然是頂磅 但是他排了一檔 他排了一檔 他又進可攻 退可守 上季贏得很厲害 而今年的試貨集 簡直是厲害 雖然時間不算快 但是他彈掉了一隻自強不息 自強不息 是三班短途很厲害的 泥地馬 所以那些貨集是厲害的 潘頓和他試 很合格 所以 排一檔 贏面應該非常高 二號馬少哥兒 千八嚴長 上季贏是因為贏軟地 這隻馬是軟地 濕地突階 今年狀態還未夠 三號馬標支 五支 上季曾經跑得不差 越來越進步 初出已經跑了2200米 但這隻馬好像真的要跑起才行 最近雖然試貨集贏 但那貨集我覺得他贏得紅海勁 那一隻馬又不算特別 他和布文跑 今場十三檔 留到包尾追 我怕追不及 四號馬 用猛神驅 用希偉心排十四檔 究竟會跟前還是留後跑 留著什麼位跑 熱身兩場已經在減分 減兩分給他 他會追一段仔 但這些馬長期只是走四龍彩腳 很飄忽 不知哪一場來的馬 不要過分重視 評分 其實95分流下都開始有利 五號馬 這隻時時有餘 89分 上季完全沒有東西看 兩季都沒有贏馬 但陳科稍稍好轉 雖然和邵哥兒回來就差不多 但我覺得這隻馬 至少肯追回馬 但熱一熱身可能更好 對手不差 近兩季都不會贏 沒有了柯總追勁 暫時都不建議 六號馬 百姓名區Pivotal的兒子 上季贏兩場 我覺得他只賺體力 贏谷草 那是田聰 都得獲不到 那場馬輸給枝竹常樂 今次應該不夠枝竹常樂 那場馬受養八磅 今次受養十三磅 我想都很難反先到他 初出那場跑第五名 輸給新力高升是正常 回來不多 和爽快的泥地馬 我覺得他今次會前置賺 但要賺到最後不容易 七六馬喜連勇敢 潘頓迪是馬 潘頓迪是馬 潘頓很早已經說這隻 打算跑打比 他很早已經問了他 剛剛贏那場 每隻都派了他 往前面走 快步速地捱到回來 但是他贏了什麼 同舟共濟 保賢得得得 這些三班馬 究竟有多厲害 未知 未見完 但這隻馬能夠守好位跑 今次排了十一檔 如果他跟著好位跑 行不行 希望他能夠捱到位置回來 我有一點點擔心他的進度上 對著舊馬 未必是這麼好處 反而這隻 桃花雲 上季 其實我來香港之前都說了 這隻三班馬一定有馬贏的 特別是高東麗馬房 一定會跟你搏 贏了特別獎金 今年在二班仍然可以再爭一個特別獎金 上場初出 擺明進度不夠好 輸給新力高星那隻超班 進馬快車是一隻 那隻叫什麼 我記得我說 他試襲試得很好 但他的勢 追下去很厲害 今次我預計他也是這樣跑 留住來爆一段 八道三檔 找到位置可以爭Q 但要贏一隻支足常樂不容易 九號馬龍船狀元 我有一個留言 就是上年他贏完馬之後 好像完全不同了 可能是他的評分沒有優勢 跑三班會好些 二班要輕綁前置前面走 但之後跟不住 回到直路就停了 每次都停了 很特別的 看見他 就好像矮了一樣 最近是四課集 回來不差 但那個是重化集 時間偏慢 我想要減一下分 小號馬 跟斗雲 路程沒問題 沒有評分優勢 去年贏兩場谷草 贏完之後上二班 近而沒什麼威脅 真是純粹跑個FIT字 今年仍然是FIT 仍然保持得很FIT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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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手很強 我沒有放到頭五選 但是這隻馬 四龍彩 Mati要拖 11號馬 露露醒 會不會有給他賺 他經常都在前面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賺回來 但是上年贏 就贏谷草 82分 82分贏谷草 對手很差 三班馬 我想在這組裡 難一點掛 12號馬 智力更生 上場真的贏定 坦白說 很FIT 但是 Shamus Award的兒子 下一次就是HIGH CHAPEREL 看上去 這個配搭應該是中場距離馬 在Gilmore贏 在Mornington1200米也是這樣 初頭以為是12004馬 然後去到上季 好像是前季 好像是前季 前季 不是上季 我說這六五零不是初跑 沒有問題 這隻馬 但是氣死我了 那場馬 打算偷倒 結果輸給確妙星 激到嘔血 但是怎樣也好 剛剛初出贏馬 也有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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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但是只是贏村河首區 狗狗為公 過來填草 第一 第二就是增情 有些隱憂的 有少少少歡樂自保 感覺 菊草贏馬 過來填草 我都說是難的 結果暫時還未贏到馬 這隻馬 跟剛才的庚德雲一樣 有足夠足夠 但是要先證明他的級數 所以我放在貼士上 兩隻馬都是邊線馬 反而這隻馬防首選 這隻馬防首選 白色明就是第二選 這隻馬防首選 博望波 中場距離馬 贏了兩場三班賽 當然剛剛那場也是 姿態輕鬆 但是不夠 自力更新那麼好 對手也不強 但是他萬無束之下 蝕回來 可以輕鬆贏 在這組裡仍然夠爭 看回他最近和維港智能試 他試得很輕鬆 我覺得他根本有進步 未見完 當然有多厲害 不知道 但是這場馬 大家鬥爆一段去輕綁 有權爭 14號媽 但當年我把這隻馬 塞進去 因為這隻阿根廷馬 可能是近年阿根廷馬 最好的 外地的形狀 他贏了兩場 有一場在 一級賽 贏了那場馬 我覺得那場真的不差 之後輸給Irvin Irvin那場馬更好 但是上季季尾尾的時候 潘頓和他贏那場 也贏得很出色 之後連幾場都 有少少少少少走勢 但不是很厲害 但是看到今年的試集 他很輕鬆 他沒有認真考驗給你看 功夫可以再好些 狀態可以再好些 但是輕綁 初出跑千八米 肯定大冷悶 我就選了他第五選 沒有選到自己的更生和更斗魂 我純粹拼了一件事 他可能還有很多在手 當然 搞三分落斑更加好 看完完馬 喜連勇九 桃花雲 枝竹常樂 不得不選 波蒙波 不得不選 這四隻一定要選 再邊線一點 飄子5G 勇猛神區 時事有餘 百姓名區 跟斗雲 自力更生 當年情 所以如果你要投注的話 我會是 枝竹常樂 桃花雲 波蒙波 我覺得這三隻馬都是熱的 沒辦法了 好了 尾場賽事 二班1400米 報速一定快 八千獅 1200馬 找他出來 馬防第三選 羅虎船 第一選 第二選 第四選 Eason 第二選 第二選 是美好世界 所以 搞什麼呢 八千獅跑這個路程 應該不行吧 二號馬 馬老 上季輸給 包裝必勝 那場一場 1600米 那場馬很明顯 然後是慢步速才能做得到 那場 打比 回到來 名次近 但是慢時間 慢步速捱 跑不回 突然跑得回 也沒辦法 我覺得他騎下去 反應不太好 三號馬 中華盛景 初出贏馬 再出跑一場三級賽 就不夠人跑 即是被人走掉了 但現在走勢仍然很好 今次的榜 比較重 排十一檔 仍然可以爭位置 但是披屎馬 應該是難贏的 四號馬 美好世界 平均沒有優勢 我來香港兩歲的時候 都說了三班馬 如果有好練馬師馬 可能二班都可以 結果二班都可以 三班當然沒問題 但是初出那場 回到來不太多 熱身之後 再進步一點才行 試貨集 OK 走勢 但是我覺得可以更加好 還有這場馬 多快馬 他未必可以賺 那場馬要按著跑 五號馬 Eason 馬房不會塞車 因為高班馬 是很少的 但是這隻馬 八十九分 要減到八十分 三班 短途一千千二 六號馬 一先生 這隻是五歲馬 贏了一班賽 上年獲得獎金 獲得了兩場 今年回復貨 看見他輸給火轉 這貨集 我覺得一般的 好像有點退步了 再之前那貨集 雖然跑第二名 但是時間很慢 所以我覺得他進度上 有點徘徊 七浪馬 紅愛社 用輪仔 多謝馬主 繼續支持他 上季季尾 輸那場 濕地 輸給一隻九五尺兔 賺光了 給人家 人家九五尺兔已經多長了 也是這樣賺光了 剛剛他爆下去 輸給中華聖經 中華聖經 過他 但是贏了新力高升 新力高升之後保重 算時間 算姿態 算狀態 應該還可以爭 但是十三度可以害他 所以我找了潘頓那一隻來做膽 這隻馬應該爭沒有問題 巴馬武林密馬 剛剛贏得很辛苦 坦白說 沒想到他贏得那麼辛苦 但起碼叫贏先 贏到 美麗在後雅典沒事 但是真的不出色 他外地的形狀線 就是 100012 紐卡索1250 是這麼多 血統方面 Panzer Division 就是 減少選擇 自己是 1200-1400 阿媽也是 1200 我看上去也是 1200馬 但是狀態好 上場立後追都可以 所以這次排十當 用蔡明少冷殺手 成勝應該不入場 這次應該不夠贏 但是不排除有位置 即是阿FIT 九號馬敏仕神区 上櫃贏一場 千百米的時候 我們就說 咦 那場馬很高 接著說 這隻馬就這麼多了 上二班不夠跑 但是去到暑假的時候試襲 我說這隻馬進步了 我說了幾次了 上場跑1200米 擺明是 慢步速沒得追 你看看他的勢 超霸性在裡面 這隻什麼什麼神区 你看看 1200米不短 你看看魚勢 這隻馬肯定狀態粗氣了 和這隻馬肯定有能力 你看看 幾步過 可以過了威力賓騰 威力賓騰 剛剛再出都可以差點贏 狀態很好 這隻馬 1400米 開始可以了 1400米 這場馬如果贏得到 這隻馬分分鐘 過了百分 1600米 這隻馬更好跑 很銳 我覺得潘頓不要選錯馬 這次 預計有快捕捉 我想他 不要留得那麼厚 追下去應該贏馬 這隻馬很厲害 十號馬旺旺神区 上場忍得辛苦 前置忍得辛苦 首次跑1400米 但1400米應該好跑一點 上次可能因為黏地的關係 回來後就鬥得辛苦 但他跑贏了 同樣美麗同樣美麗再出 好像要超班姿 跑到第二名 他贏得辛苦 但這次不用自己放了 只要起步順利便可以 但我還是要再說一次 只要起步順利 即是不知道要起步得如何 排十二當留在後面追 博他追到一直四重彩腳 11號馬曾有 又是配董明朗 為什麼我又是 昨天快博 原來是內蘭賺了 昨天的馬都解釋不到 其實是一般的 我覺得這隻馬布雲和他試完之後 都不跑 可能跑不到 我覺得狀態還未夠 第一 第二就是 九王其實不能夠 82分 輸了這兩場減分 下三番會惡 十二號馬 智取神巨人 這隻馬 智利馬王 其實 他一級賽 贏了一場 這場應該贏了 但被人弱點過不了 應該贏了兩場 但他那一年 三級賽 輸給Fortino 再之後輸給Fortino Fortino之後 因為被人失敗了 變成三冠王 但這隻馬 在外地的形勢是厲害的 但Fortino 被肉龍買了之後 去到英國跑了兩場 都不行 都跑包尾 這隻馬有多厲害 上年智利 有少少擔心 C閘還未夠夠 這隻馬 我想要給他一點時間 這隻馬 這隻馬還未適應 三班會有馬贏 二班要進步 十三號馬 總理 評分尷尬 上場我也照選他 但他排過十四檔 很難跑 這次對手很強 希望他減完一分之後 再減多一分給他下班 跑回1650米 谷操會更加適合 十四號馬 美力之遇 這隻馬 是Toronado的兒子 上季贏了三場 但我曾經爆發過一句 我跟潘頓聊天的時候 他贏了這場之後 他都知道 有得跑打比 但他都沒有跑得打比 他沒有配他 只知道這隻馬是這麼多 只有這麼多料 上到二班不夠跑 這次試了誤雜 回來也不算很好 我覺得可以好一點 而且對手比較強 初出跑1400米 沒問題 但評分不太特別 看完小馬 我覺得 鴻海舍和文哲晨驅 全組最適合這兩隻 但兩隻馬都後追 只要正常能夠追到馬的場合 不排除兩隻馬都可以追得到 因為近方太銳了 中華聖經沒有什麼評分優勢 但又跑過適合 其他馬計死數 好像都不覺得很突出 好了 去到念馬師分場 五彭智現在領先 他手馬方面 江南城要拖腳 維美主義為智 佳應學取贏得 呂建威馬房 馬上旺 大千陽明都是邊線馬 潛勝寶區 可以再爭 但可能會拖腳 金槍武士 可以爭Win 波網波 位置馬 同時智力更生也是邊線馬 沈澤成馬房 領航傳奇最好 佳應精神 我想佳應精神是難一點 對手很強 知道長勝 我不喜歡那兩貨集 所以拖腳穩陣一點 潛得快位置 維港智能可以爭Win 喜倫勇敢 邊線 後面那隻旺旺城區 都是位置馬 方卡馬房 滿多福未得 飛騰追未得 寬少福星勉強 成龍彩冷一票 武林密馬拖一票 其他馬鐵木兒拖一票 其他馬都一般的 羅虎駐馬房 沿途有利 要進步 順勢而非位置 大行譜位置 支足常略 贏得 美場就好像一般的 高冬妮馬房 帳合位置 時時正心可以爭Win 中華盛景位置 桃花雲 雖然馬房第四選 但這隻馬應該是最好機會 應該是最好機會 應該機會好過標G5G 偉達馬房 創高峰位置 英俊菲應該未夠 美利德贏得 所以我就要一隻儀春火力 博他配合而來 遙本輝馬房 守馬 宜心星是邊線馬 陽光勇士看陣場發揮 但拖腳穩陣 筋斗雲邊線 全日最好應該是陽光勇士 其他馬都是邊線 古浪成天操不起 貫注力未夠 賀賢馬房 賢者無敵最好 全日 威知星 都是正式的 這兩隻馬最好 邊線馬一絕 快狠進 和北海道 希斯馬房 全日最好應該是球星 和武林志尊 武勵生輝 我覺得可以下班 文家良馬房 古浪非凡 無敵勇士 都是要邊線拖腳 潮州大興 潮州精神 不能不拖 金鑽貴人 贏得 但究竟能夠正式的 目標都不是這場 好 葉昌和馬房 電信龍居很合適 走光 應該有馬贏 看看金牌是否贏得 其他馬都一般 邊線馬 紅中獵馬 和可愛新星 我不是很信閃電獵馬 和大紅心 蘇惠賢馬房 聖利之王 擺明 金牌 精明勇進 會搏 馬主陽鋒 陸頂基和萬野菲治 跑不回 鄭俊偉馬房 滿寬少位置 富起來邊線 龍之衛未得 今排實力 我會建議四重彩 拖票 黎超星馬房 花好月盈 庫全大師 也要拖四重彩腳 全日最好是敏治晨 應該贏得 很厲害 無謂結馬房 好運寶馬 變線馬 其他馬 不知為何 清清自尊會用到判頓 街覆區 最多都是變線馬 龍天鹏馬房 出了三隻 是超級龍珠一檔去賺 時尚歡欣 看看可不可以拖得回 差四重彩腳 最多 湯漢馬房 安泰 應該安泰全日最好 孔眼光未得 蕭歌儀未得 魅力之餘 對手太強 隨宇石馬房四隻 都一般 丁高龍馬房出三隻 是保安威的 這隻馬 這隻馬應該有些能力 廖康明出三隻 三隻馬都一般